快过年了,夹夹糊糊的菜桌上都少不了一道美食 捏糕 捏糕捏糕,鱼一整的捏糕 刚倒了些前段四件夹锅哈的软黄米面 用着喂了点糊子,煮熟的糊豆 今天就用我们山北今晚传统的方法做一个糊子捏糕 把糊子我去洗哈 糊子一切两瓶,把糊取了 弄吧,要我给你浇吧 熟口够了,你给咱浇 我外面把东西拿来,咱行 这瓶刚是给我浇子了,我一是弄了,熟口够了,再人家跑来 用开水把糕面套一下,少倒一点开水 把大块的面套用手搓成小颗粒状 把的能捏住,捏糙就好了 底下先铺一层籽 把籽都面面朝上摆过来,白酒油 再撒一次糕面 用筷子,多少些油,好过去 盖上盖子,蒸上十分钟 蒸的时间到了 不喜欢吃糊豆的,可以不要放糊豆 再撒一次糕面 再用筷子,蒸一下油 盖上盖子,再蒸上十分钟 蒸出来 再撒一次糊豆 全部摆好,摆得好看一点 再撒一次糕面,麦果子 这次蒸上十分钟 糊豆糕,蒸出来,出锅 哎呀,开会儿都可没了 给刀子上再一点水,切糕好,切一下 今天的胡椒粘糕就蒸好了 看这个油多美,先吃一口 看这个油多美,先吃一口 刚才吃了这么大一块年糕 哎呀,这个吃起来糯糯结劲的 还吃这一股红枣的香味 太美了 今天就蒸了这么多年糕 吃不完,用保鲜膜包起来 放到冰箱里边保存 你随时想吃,随时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来 喜欢的朋友,给我点个关注,点个赞 谢谢大家支持,拜拜 拜拜